歌手《花晨宇》在夺冠,这期淘汰了谁? 首先祝大家新春快乐! 即使是大年初一,也迎来了新一期歌手的淘汰赛,花花华晨宇又一次夺冠。 而本期淘汰的歌手是算得上花花徒弟的苏石丁,当然排名并不重要,毕竟你们是从着小干老师的读者点评来的吧。 赶紧一度胃快,所有人都在玩手机,夜猫,汪峰。 赵汪夫子在本季歌手的放学程度,汪峰应该改名叫汪洋。 汪夫子算来应该是中国歌手在这个舞台上现存资历最深的一位了,就算不能代表最顶尖的实力,也应该代表最先锋的态度。 对比杰石姐拿出的是怎样规格的表演,对比其他同胞歌手选择的是怎样难度的挑战。 如果一次又一次不是唱口水泥谣就是普通迪斯科普通的谣,并且唱得如同一个没有接受过声乐训练的KTV常客。 那不仅是对对不对手和观众的敷衍,也是对中国流行音乐的一次拙劣嘲讽。 既然如此,不必评价。 这首有着强烈赠别意义的歌在这个舞台上被杰石姐澎湃地唱起,既是对原唱Prince的怀念。 也似乎遇着什么我们不愿看到的情形,尤其是最后突然用中文演唱的寥寥几句更是悲情。 希望并非是一语成衬。 杰石姐的演唱已经不用再多剖析什么,在她熟练的声乐模式下她几乎在各方面都做到了趋近满分。 作为声乐老师需要额外强调的是,从声乐教育的角度来说,她的模式并不适合大多数人,因为对于发声条件的要求太高,先天优势的占比过高。 稍有技术上的缺陷,就会成为演唱消耗大职业生命段的歌手,国内有大批这样模仿所谓欧美嗓昂的女歌手作为前车之间。 从声乐教育普及的角度,我更提倡Beyones。 双截棍,华晨语。 这是一段难度非常高的表演,rap,戏腔,吟唱构成了歌曲鲜明的段落,每一样都十分考验演唱功力。 此外中间还夹杂着摇滚式的嘶吼,加上配合歌词的肢体动作,正常表演变化频繁,起伏剧烈,能完成以实属不易。 画画本场的完成度很高,每一个段落所用元素都被有模有样的展现出来,技术层面需要改进的。 一是第一段吟唱部分喉咙用力比较明显,尤其是在柔中带刚的前两次,随着音机上行出现了较严重的声道肚色。 二是细腔部分的传声不够靠前,因此听感上比较弱,动态明显小于前后rap部分。 另外有个艺术层面的讨论,第一段中花花把原曲的rap改编成了悲情色彩浓郁的小调旋律。 同时用了自己标志性的烟音哭腔来吟唱,这样的设计是否符合歌曲本身的意境,值得商榷。 KZ谈顶安你不知道的痛。 KZ本场和上场一样都选择了苦情失恋路线的原曲来重新演绎,上一场表现的是失恋以后去夜店饮醉的叛逆少女。 这一场表现的是失恋以后在家里饮醉的乖小少女。 所以本场的演艺比上一场更为伟到来,更深情款款,更符合常识。 菲律宾少女的唱功还是可圈可点的,尤其本场改变演艺风格之后唱得更打开更稳定,发声平衡且边缘化,因此声音中有明显的磁性。 同时高位置也更通畅,尤其是有了上一场缺乏的投声,因此我们能听到一个放音充沛的开阔音色。 另外演唱的气感和饺子的松弛度也值得褒奖。 此外要加强的是演唱的情绪管理和表情管理。 本场演唱情绪渲染过度以至于干扰了演唱的流畅,太悲苦的表情也实在不太上镜,需要对着镜子自我调整。 最后吐槽一下本场歌曲的改编。 我能想到把三首歌无缝拼凑的意义,莫非是要告诉大家,看。 我可以把这几首歌混着唱,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或者就是节目组版全经费太充裕,年终要突击花钱。 李璇眼色。 这是一首很适合李璇的歌,毕竟是她自己创作的。 说适合,是她一来歌曲的风格和跨度都把握在她擅长的领域内,二来她唱歌时候的颜色的确比歌声更强细。 之前提过李璇有一个很占便宜的优势,就是唱歌可以音量起伏很大,表现力十足,这样会让一首简单的歌听上去好像很难。 无形中增加了难度分。 其实难度上并不高,遇到真正高段位的歌手能唱得更挥洒自如,有力而不用力。 说回《眼色》这首歌,本身歌曲就要求演唱着带着邪魅狂卷的霸道总裁气质,李璇无疑在这样的要求下如鱼得水。 因此这首歌的演绎虽然在技术层面有着成功的短板,但因为不高的难度得以演示。 同时还在艺术层面有着表达的加分。 因此总体完成度很高。 苏诗丁贼。 其实苏诗丁的个人气质和声音特质都不适合走邪魅、霸道之类的彪悍欲解路线或者帅性、果敢之类的泼辣笑妞路线。 一来因为外形柔弱,二来因为声线发力。 可她偏偏偏要在这两条路线上轮流徘徊,所以表演得非常辛苦。 本场她就徘徊在第二条路线上,挑战了帅性,果敢的泼辣笑妞带佩妮的歌。 但是一开口就声带和喽不良。 漏气严重,以至于输出的动态孱弱,听不出音色,甚至听不清歌词。 还有几处直接出现了因为低音速率,故族无法正常发声导致的顿挫尺字现象,这是非常业余的问题。 暴露出苏式叮叮音的短板和选曲考量的不足。 演唱动态的缠络几乎一直持续到后段。 尤其是编曲走强之后人生被衬托的愈发单薄。 哪怕是到最后高音的部分,因为缺少闭合的参与,音色依旧力量感不足,不足以表现出歌曲里的帅性,过端。 所以这是一个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在艺术层面都难说成功的翻唱演绎。 张韶涵情人流浪记 同样是表达失恋的悲伤情绪,同样是为伟到来的情感控诉。 Angela可以参考同场的菲律宾小妹KZ今天的演唱,扬长不短。 张韶涵涵属于音色和唱腔都有明显辨识度的歌手,尤其是在嗓音跨度相对男歌手更小的女歌手当中,这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所以剩下她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演唱习惯和情感表达上了。 之前的《全世界失眠》就暴露出她在表现温和小情绪上的短板,明亮有力的烟音反射和笨重的咬姿习惯都容易让她的演唱一色单一化。 情绪激烈化,听感上高潮由于敷电不足,整首歌听下来容易断落雷同,审美疲劳。 并且高频集中的烟音也会让人产生过躁感。 KZ在演唱中的更三角的传声比例,更松弛的咬字习惯和气声细节都值得张韶涵学习借鉴。 张天走钢索的人 关于张天小朋友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之前的乐评已经反复论出过好几次。 作为一个非常不成熟的歌手,每次暴露的问题其实都一样,并且都可以简单概括为基本功的缺乏,不必进行声乐上更高N层面的讨论。 不过本场值得一提的是,糟糕的主歌部分结束之后Touch of 中的张天才,是我最初印象里的有深刻记忆点的张天,还是那句话,招正定位很重要。 我心中的本场排名,由前到后,JesseJ,华晨宇,KZ,李全,张韶涵,张天,苏诗丁,汪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